你好,这里是张联视野 普京突然与哈马斯翻脸 最近身陷在俄乌战争泥潭当中的普京非常狼狈 因为他受到世界越来越多国家的指责 而且普京几乎就不能够再进行外交活动 主要就是因为国际刑事法院对他发出了通缉令 而且一般人们认为这一次哈马斯的突然袭击 最大获益者就是普京 因为现在政治方向突然扭转了 也就是说人们不再太注意俄乌战争 全世界的注意力都迅速的被中东冲突和尾巴战争所吸引过去 所以普京突然活跃起来 不过最令人吃惊的还是 据俄罗斯RT报道 普京在结束对吉尔基斯斯坦 为期两天的访问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突然表态谴责了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 指责哈马斯异常残忍 这个是非常罕见的 因为我们知道普京跟伊朗跟叙利亚政权都有密切的关系 而哈马斯实际上就是跟伊朗 跟伊朗以及尼巴兰 珍珠党还有这个是三兄弟 跟叙利亚相当于四兄弟 也就是他们都是兄弟般的情谊 所以这几个国家实际上都长期使用或者购买俄罗斯的武器 而且也经常得到俄罗斯的经济援助 现在普京突然翻脸 估计让哈马斯大吃一惊 普京甚至还表示 以色列当然有权针对哈马斯的暴力进行自卫 也就是说他支持以色列进攻加沙地带 攻占加沙地带 而且普京这两天据说是兴高采烈 因为他似乎能够再次进入国际的穿梭外交了 来显示他的大国首领的特殊地位 普京今天还将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和巴勒斯坦国总统巴斯电话讨论加沙问题 这个要在以前可能这两个国家元首都不太理睬 但是现在内塔尼亚胡作为普京的老朋友 可能能感觉到说服普京改变态度 让他们转而支持以色列十分重要 所以也就同意进行会谈 另外普京今天还与伊朗总统伊布拉西 莱西进行了电话交谈 讨论了加沙的事态发展 另外一个分享一个 以色列人蜂拥回国参战的消息 以巴的冲突爆发仅仅一周 已经就有十六万五千名以色列人 从海外回归祖阁参加战斗 美国最支持以色列的年轻人 男子或者女子都已经纷纷回到以色列 所以说在街头游行示威的以色列人很少 就是因为他们已经回国去 加入了军队准备作战 有一位游客记录了在以色列航空上的一幕 他是从东京通过曼谷返回以色列 在曼谷机场 侯基斯里他发现 急忙了想要返回以色列 参加预备役的青年背包客 在登机时的时候 机场突然宣布 所有还没有以色列班机上的人 都可以等待机会 就是说机长将尽量让每个人上飞机 而现场就有几十名年轻人 想要回到以色列去参军作战 尽管飞机上的座位 所有座位都坐满了 甚至最后一个座位坐满了 本来他们希望 有很多人正好今天不坐飞机了 不来了 这个飞机就可以腾出座位来 没想到所有人都来了 正当旅行者为那些没有空位置 而无法上飞机的以色列青年男女 感到遗憾的时候 突然 以色列航空公司的人 带了二十多名年轻女性上了飞机 怎么办呢 让他们坐在机组人员的折叠椅上 我们知道飞机上 在餐桌周围 还有在一等舱 还有在都有很多林 就是折叠椅 靠墙的折叠椅 这些折叠椅主要是机组人员使用的 因为他们服务累了 休息一会儿 但是以色列的服务人员 也就是空姐 空扫或者放弃了自己的座位 让他们坐在 不光是他们 包括还有前面的机长等等 还有驾驶飞 驾驶员等 让他们坐在他们的折叠椅上 之后机长又下令 带了十多个年轻男士 坐在飞机的厨房和门附近的地上 我们知道 在飞机的厨房或者卫生间附近 还是有一些空场所 可以勉勉强强住下来 所以这位游客就发现了 惊人的一幕 因为他一生当中从来没有看到过 有几十个人坐在飞机的地板上 走廊里 整个飞行过程当中 而且这些年轻人都在躺在地上睡觉 因为他们想到一下飞机 就要去参加军队 那时候就很紧张 很忙碌 担心没有时间睡觉 飞机上所有的角落里都躺满人 包括驾驶舱 包括商务舱 包括飞机的每一个角落 都躺着以色列的年轻人 在飞行过程当中 他也目睹机长走遍了整个的飞机 确保机组人员能够照顾 这些出色的年轻人 所以说他认识到了 以色列人的团队精神 他意识到以色列是不可战胜的 以色列这一回肯定能打胜仗 绝对不会屈服于哈马斯 或者周围阿拉伯国家的压力 另外还有一个故事 也很感人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为救女友扑向手榴弹的 以色列裔加拿大人 这样的人物 以前我们从中国的小说 电影里都看到过 但现实当中谁也没见过 而且中国所宣传的模范 实际上多半都是骗局 都是骗人 你比如说什么邱少云 大火烧过来 他一动不动 一声不吭就被烧死了 还有董承睿 炸掉宝等等 那都是中共精心编造的谎言 但是今天出现了真正的一位英雄 是一位以色列裔的加拿大人 当时事发的时候 袭击发生的时候 加拿大人名叫内塔艾普斯坦 他年仅21岁 他和女友躲在卡发阿扎基布之的一个房间里 哈马斯分子冲进了向他们开枪 并且扔了一枚手榴弹 内塔急忙用身体先去挡住手榴弹 然后去抓手榴弹 要救女友的命 当然他也知道这个动作是非常危险的 当他的身体挡住手榴弹之际 手榴弹就爆炸了 然后这个年轻人立即就被炸成了碎片 人们都认为这个年轻人死得其所 他死在爱人的面前 他死得像个英雄 而且不管是他的女友 还是知道看到了这段故事 或者看到了这个段视频的人 将会永远祝福并且纪念他 也就是说 这个21岁的加拿大人 向人类证明了爱情是崇高的 爱情是值得用生命来去捍卫的 对不起 谢谢观看